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跟各位介绍最后面这一段视觉化的部分 这个视觉化部分我们要介绍的软体叫做Power BI Power BI我在今年2月我有来这边教授 然后我也有把影片留下来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需要的话 其实都可以再透过搜寻或者询问一下说那影片在哪里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也可以写信来问我 那我不知道学校会放在什么地方 那我只知道我YouTube会放在什么地方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文字语视觉化的部分 因为关联性的分析我们最简单的呈现方式就是画出视觉化的图表 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选举这个关键字 它跟其他什么关键字之间的大小关系 好那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首先各位你们有没有Office 365的使用权 应该有吧 Office 365就是你可能输入你自己的员工编号 教职员工编号或者是学号 小老鼠像我是在阳明大学 我们是office.ym.edu.pw 全校都是统一 就前面那个学号或教职员编号 那你们可能也是用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如果有那可以直接登录 如果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去下载 下载我这个文字语 我刚刚有把它下载下来 这个视觉化图表 这就是画文字语的工具 但是我以下的教授 以下的教授我会分 如果你有Office 365 跟没有Office 365 怎么做 好 首先 各位要先打开Power BI Power BI Power BI其实中文上应该也有吧 在这个地方 Power BI Desktop 那你可以快速点亮一下 就把Power BI Desktop打开来 然后看你的桌面上应该有Power BI 这个Power BI 它在开启的时候顺便介绍一下 它其实就是把很多的视觉化图表 整合在仪表板里 然后透过联动的方式 呈现解读数据 那这应该是目前比较新的一个 数据分析的工具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点选已经有Power BI账户了吗 请登录请点它 然后把这个登录的视窗 点选这个右上角的XX 就是在没有账号下 照样可以登录 然后接下来 先把这个取得资料 就是起始画面 把它给关掉 它主要就是告诉你说 你刚开始可能做事先取得资料 那你也可以登录或免费试用 还有这边有很多新的新功能 或者是部落格的教学论坛 你都可以来去观看 然后得到更多的新的数据分析的知识 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起始画面关掉 这就是标准的Power BI 那我们刚刚是不是做好了一个 Excel档案 我是不是第一件事要把那个Excel档案 叫进来 这个动作叫取得资料 它放在常用底下取得资料 你看 可以取得Excel的资料 可以取得Seql的资料 可以取得CSV文字的 或者是TXT文字的 或者是Json这些格式 通通都可以 它就放在其他里面 反正它可以启动 它可以取得非常多种资料 那我就不刻意的花时间 因为上次来我主要是教 例如说Power BI怎么样去使用 那这一次呢 主要是就是把刚刚我们从文字探刊 等于说从网路新闻爬虫出来的资料 把它持平分析出来 所以点选取得资料底下的Excel 请点选Excel之后呢 然后我刚刚是不是放在C碟底下 C碟然后直接来去看 我刚刚做的爬虫选举 然后开启 就是找到刚刚我存的那一个档案 你们刚刚应该有存好一个Excel档案 对不对 然后就请用Excel来去开启 然后点选这个工作表1 点选工作表1它就把内容全部都呈现在这个地方 然后点选再入 因为有时候Excel可能会有两张工作表或三张工作表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点选其中的 你要再入进来的 可以同时再入 然后也可以稍后晚一点再去再入 然后点选再入之后呢 这个档案就被我们叫进来了 我们怎么知道叫进来呢 在栏位这边 它就会有档案的工作表名称Color1 好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先用最标准的做法 就是每一个词的词频 所以我们先用这一张资料表 这边有一个资料表的图示 资料表有看到 我们先用资料表 那第一栏这个值啊 请勾工作表1Color1 他就把所有的名称都呈现在这边 麻烦再把Color1 拖曳到值里面 然后请把这个Color1改成计算次数 计数 他就会把 他就意思就是说 这个值出现一次 这个值出现一次 时日出现四次 那通常我们是依照什么来去做持频 依照频率我们关心的重点 应该是这个值出现多少次 越多次排序在越前面 所以我们可以将游标移到这个地方点一下 点了一下它之后 你就会看到说 我稍微把这个内容放大一点给你们看 所以把内容格式放大 所以这边是不是 第一个叫做栏位的设定 第二个叫格式设定 第三个是分析 好 我们现在因为要把字变大一点点 所以它应该是属于格式 格式的设定 所以点选格式 然后请把那个 这是标题字 这是内容 所以把标题稍微自设大一点点 标题字 这个标题字 然后 接下来再把值 这个值 这个值 是要大一点点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选举 这时候所讲的选举 请问是不是都在讲 都在讨论 总统的选举 请问总统选举好像是 也是立委的选举 是不是 是吗 所以这边有一个立委 立委 而且数量还不少 所以总统选举 跟立委选举 是不是在同一天举行 不想问 好 不过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 韩国瑜出现了多少次 然后接下来 你可能就比较关心的是 剩下其他的政党候选人 柯文哲 12次 郭台铭 10次 现任总统 9次 可以吗 好 不过我们通常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我们应该是做成文字云的方式来去呈现 文字云 怎么做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请你稍微知道一下 这里面的统计图表 视觉效果只有 123456 6424 大概不到30种 有看到吗 就算你今天下载最新版 他大概也是放这30种 但是他把剩下的200多种视觉化图表 视觉效果全部放在网络上 好 我先调查一下 因为我觉得两件事举号召 因为那个MARKET PRICE OBIS的STORE 太重要了 因为他已经慢慢把好多东西都直接放在网络上 你需要再下载下来 请问一下 有OBIS 365账号的老师学生 麻烦举一下手 有OBIS 365的哦 这么少 其实应该在座每一个都有 因为文远公司这对学校是完全免费的 只是您可能不知道的 好 那我们先教你 我们先教你 就是说不是透过MARKET PRICE 从MARKET PRICE下载 有看到上面不是有一个 从MARKET PRICE下载吗 我们先教你另外一种方式 我刚刚是不是已经 我刚刚是不是 从 嗯 范例 从我放在就是Google云端硬碟 我们课程的范例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Word Cloud 这个文字云 所以呢 怎么把这个文字云 较进来到这里面呢 这边是不是有点点点 点点点 汇入自 汇入自定视觉效果 就是 这里面没有 可是我要从外面把它较进来 所以叫汇入 汇入自定视觉效果 点下去之后呢 从档案汇入 从档案汇入 点下去 从档案汇入之后呢 他说 注意 现在要汇入自定视觉效果 要不要汇入呢 当然要汇入 好 点选汇入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那个资料在哪里 我是放在下载里面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 Word Cloud 144795906 好 点它 然后点选 开启档案 然后他说 汇入自定视觉效果 以顺利将视觉效果汇入此报表中 点选确定 就是这个 有看到云吗 有看到W W就是Word 就是文字 文字 所以文字云 蛮有那个 就是从那个 一看应该就懂 这就是文字云 好 文字云 相形 这就是相形图 好 这个图画得太好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这个 这一张 刚刚做好的这个 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 麻烦复制 这张资料表 复制 然后呢 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贴上 然后把它搬到右边去 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对不起 然后直接点刚刚这个文字云 给它一滴面十千 它就算好 帅不帅 帅不帅 你看里面 最大的是不是 的 这个的 记得一定要三秒 知道吗 这样里面的问题 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吗 好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呃 例如说 国民党很大的 总统也很大的 韩国瑜 右上角韩国瑜 是不是也很大的 所以如果你把那个 韩国有38个 韩国在哪里 不管 先不管 你看哦 韩国瑜 然后 蔡英文 因为太小了 所以很难找 没有没有发现这件事 可以吗 这就是文字云谷 文字云谷 然后 你去看 那个 呃 柯文哲 柯文哲在哪里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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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有看到吗 大小是有差别的 你看 国民党 是不是也领柯文哲 文大 那 那还有一个位置 我还是想要找 对 现在 总统 总统在哪里 国民党的那个 方便的 蔡英文 蔡英文 好 看到了 看到这边 这边 可以理解吗 这就是文字云图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会把文字云图呢 做一个小小的动作 例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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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知道 蔡英文说见了几次 然后 柯文哲出现几次 柯文哲出现的比例是几次 你由该移过去 他就告诉你了 几次 十二次 好 那我们 假设我们这十次以下 你就会把文很小的字 成功把 拿掉 可是 很有可能 因为你做这件事 几个重要的人 就会直接被拿掉 这样 可以了解吗 因为 通常我们在做文字云图的时候 你要呈现很多的细项 有时候也是 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遭遇这样的问题 就是 你把最重要的重点拿掉 好 好 那这是跟选举有关系的 我们刚刚是不是也做好了一个 那个 唐妙并 所以我们再练习一下 就是 那个唐妙并 我们从中文断词系统里面 一路做到这边结束 可以吗 这就是 文字云图 然后 我们通常拿它来去做词题 让你知道 就是 一看就知道说 然后 选举 这次 这边选举 几乎大家在谈的都是什么 总统 然后分别在 有 有国民党 跟 韩国瑜 那不是你讲的 国民党图 上面 这边 好 那你就可以发现那个大小 大小的一个消长 文字云图就变成这件事 好 继续 我们来听看唐妙并的新闻 到底跟什么是比较有关系的 有没有问题 而且 而且 我们早上看那个Google Google它排列排出来 你应该有印象就是 谁的那个频率 升 升降大概是怎么样 对不对 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地方 所得到的资讯 是不是跟Google那边 准备得到的资讯 是一致的 请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是同一个 同一个Google 都在Google新闻 脾气底下做出来的 那如果你去比雅虎新闻 可能做出来的效果 就不是这样子了 有听懂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范例我先把它存档好了 例如说常用底下 哦 档案底下 那个另存新的 记住哦 我一样存到C叠底下 我比较喜欢 还是放在那个子电资料夹 副档名叫PBIX P是Power BI就是Business Intelligence BI 然后X就是XM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就输入 例如说 2019 选举 算了 刚不小心按到Ctrl加Enter 他就以为我要存档 我就存到2019 好了 我先把这个档案先最小化哦 然后 你记不记得 刚刚我们在C叠底下 我是不是还有做了 第二个DFTOCSV2.CSV 请问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是不是跟糖尿病有关系的 所以呢 你们有做这个档案吗 有没有 如果没有我就把它放在那个 这个云端 我的 有没有这个档案 那我先放在那个 我的范例里面好了 就是我们从头到尾复习 把它快速做一遍 然后我们就要准备结束今天的课程了 好,我已经传上去了 叫DFTOCSV2 麻烦你们下载下来 下载的意思就是说 打开Chrome 然后请到HTTPS 这个HTTPS 我的教学频道 我的教学频道 然后点选这个 GAGT 爬虫 语文字云 范例下载 然后请把刚刚这个 这个2 DFTOCSV2 这个档案下载下来 好,那我就先关掉咯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打开 刚刚下载的这个范例 它是糖尿病抓出来的文字 好,所以滑鼠右键 透过记事本开启 记事本哦 因为它是从网络上抓下来的 你看每一篇都是跟糖尿病 有关系的文章 然后Ctrl加A全选 复制 就是把这些所有的内容复制起来 复制好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去Chrome 然后去中文断词系统 然后进去之后呢 我们要把刚刚复制的那些文字内容 放在这个线上展示 直接贴上去 滑鼠右键贴上 贴上完毕之后呢 然后点选送出 好,然后点选这个包含未知词的断词标记结果 重点是要全部 这些内容全部选举起来 那个糖尿病它跟胰岛术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这边胰胀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这些词都会一直重复出现 好,来Ctrl加A 把这些内容全选 复制 然后打开Word 打开Word 然后针对这样子的内容 空白文件 好,打开来 然后贴上 那针对这些所有的内容 记得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全形的空白 取代掉 取代变成什么 变成 段落符号 所以这个复制 这个复制 然后取代 取代为ArgP ArgP就是段落标记 然后全部取代 然后接下来这些内容 因为左右挖鼓要全部把它翻掉 不适合在Word里面做 比较适合是在Excel里面做 所以全选 全选 然后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打开Excel 这个空白Excel 然后去做贴上 然后接下来 我们现在就要把左右挖鼓 包含里面内容 全部把它删掉 怎么删掉呢 这边寻找取代 然后 左挖鼓 新字号 就好了 意思就是说 左挖鼓 跟后面所有的东西 因为这个新字号 在Excel里面 是这个意思 然后取代变成什么都没有 所以就全部取代 记得把这内容整个排序一下 那这里面什么 5% 6% 什么什么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只是因为现在这些数字 我们先都把它全部都删掉 还包含标点符号 好多逗号 这其实都应该用Python把它全部都写完 只是因为这边有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 就是中文断词 还是中文院断的会比较好 然后把这些内容 滑鼓右键全部都删除掉 然后接下来这个内容呢 就可以把它档案 处存 我一样存到C 我一样存到C 好 好 然后点选 储存 好了 那Excel可以关掉了 Word 刚刚这Word档案也可以关掉了 不要储存 这个网络中文断词系统也可以关掉 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呢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 做好的这一个档案 C叠底下 我已经做好了这个 爬虫弹尿病 所以我在Power BI这边 我新增加 这个是针对选举 选举做出来的 文字云 那增加一个 我这要针对糖尿病 做出来的文字云图 所以首先 首先第一件事 我是不是要先取得资料 取得Excel资料 刚刚我放在C叠底下 爬虫语文字云 这个档案把它照进来 一样是第一张工作表 第一张工作表 的这个内容 点选输入 然后接下来 针对这个工作表一刮不二 我一样可以先去 如果我只做文字云 所以你看一下 我是不是直接点文字云图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文字云图这里面 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一个是类别 一个是值 我就先把Column1 放到类别里面 这就是那些字 那些词 然后这些词呢 我们可以把词屏放到值里面 那词屏就是这个字出现多少次 所以把这个词切换选取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往下三角形 切换到计算次数 好 大小是不是就出来了 你看又是的 就是借词一定要把它麻掉 好 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出现最多的糖尿病 然后你看的啊 有啊 那胰岛数十次 跟什么 研究十八次 这糖尿病 因为糖尿病出现108次 那所以你可能10次跟18次 还是可以看出来差别 但是已经差不多了 那像例如说这个5次啊 6次啊 这两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尤其是他这边所写的 你看哦 糖尿病 血糖出现19次 肾脏出现5次 那胰岛数 那胰胀呢 有没有看到胰胀 又没有看到胰胀 在哪一边 胰胀呢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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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胰胀才出现4次啊 8月 看到胰胀才出现4次啊 因为胰岛数是跟胰胀是 是有很直接的关系 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今天去写一个词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去写一个词的时候 假设你要去歌颂中秋节 结果中秋节最多被人家所讲的 例如说纯大使星跟月亮 我想月亮出现的词应该会高很多 结果你一直在写说天皇星怎么样 那个地球怎样是不是就很奇怪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在写那个文字的时候 这些内容你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我现在要换另外一个想法来跟你们分享 就是假设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我有OB1365的账号 因为我想要让你知道 这个Market price你有太多种图了 那如果你有OB1365 而且又是免费时侯 其实Power BI 你就可以直接连到Market price来去做下载 下载文字这件事 所以我想换另外一个方式来去教你们 好 为了我三个方便 我先暂时把这个文字云图删除 可以吗 因为如果我已经有文字云图 我要再去下载 好像是很奇怪一件事 所以我先暂时把这个删除制定视觉效果 你即将删除掉这个文字云图 但是关联到两个 这个翻成砖我觉得实在是很不好 他就说选举里面我已经用了一个视觉效果 然后糖尿病我是不是也用了一个视觉效果 他叫那个视觉效果叫做砖块的砖 我觉得有点不太妥当 但是我想你应该知道一件事 知道这件事 好我先点删除 反正这个就会受到影响就对了 糖尿病 有看到吗 这边就什么都没有了 好 那我们现在点一下 当我现在没有文字云图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从Market price这个地方下载 那他说第一件事情呢 你必须要先登录 那登录的话 我是用我阳明大学的那个身份去登录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当然就不能输入 好 你也不要打我的账号 因为我也不会告诉你密码 对不对 然后输入密码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因为我已经登录了嘛 登录了以后 他就可以让我进到Market place里面 这个是office store 微软公司 office就是办公室里面的商店 那当然我现在我能看到的全部都是power bi相关的vis 就是视觉化 好 在这个地方搜寻就搜寻word 你看这里面有好多图 子弹图 然后直方图 这直方图很重要 然后还有像文字云图 其实我重点 我是想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里面有240多个 240多个 你可以再往下再往下 你以为结束了吗 不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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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有200多种不同的图表 在这个地方等着各位慢慢的去下载使用 那我现在我就先搜寻 因为我只要文字云图 所以我打一个word 然后搜寻 跟word相关 跟word有关系的 是不是1234 然后我现在如果要这一种 我就点新增 然后他说 汇入制定视觉效果 以顺利将视觉效果汇入词报表中 确定就在这里 可以吗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哦 原来是这样 这都被删掉了 好 像刚刚讲糖尿病 对不起 点它 然后糖尿病 然后把 这个的计算次数 放在这个地方 好 我觉得上到这边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最主要的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说 假设我们今天我想要去自己设定关键制 自己设定关键制 早上我们用Google chain 你可能只会看到最有关系的三件事 五件事 因为这是旧版 新版的话直接加 新版这边就直接变计算次数 它就可以直接直接很方便我们来去设定那个次数 就是它这边看到就是最主要的 例如说你看到那个这个糖尿病出现108区那我们把那个20次以下的词 平全部都清掉 那你是不是看到最有关系的那你这边可以自己去设定 这个词会跟什么词之间其实最有关系 那就可以自己去设定了 因为我们这种版本还蛮旧的 大概从今年2月份专考就没有做过更新了 所以我知道说8月份的时候它有做重大的改变 你可以直接三五个步骤 它就把那个keep it back全部都算好给你 假设你有非常多的蓝位 或者你想要知道整个蓝位跟outcome的一个相关系数 这个时候它直接帮你降人去做完计算 好 那你就知道说那一个特征其实对有关系 那我觉得说在这个地方你大致上 你至少你至少我现在教你这件事情 你要知道说早上我教你是google channel 他是直接你在网路上一大关键池 然后他帮你比较出海东大学跟台湾大学 这两个学校的一个网路声量 还有趋势预测 可是现在是这个地方呢 你就可以针对你自己可以去下 例如说假设你去想象你这边收集到了 我还没有交时间 假设我今天我想找近三个月 还是近一个月 你要知道有很多变化匯学的时间的版面 近三个月 例如说选举的新闻 你去看一下就是说他们这些人一个词跟词之间的频率 关系是什么 这边都会做一些改变 你就会发现有些人慢慢开始会着重 例如说假设你又去找 例如说最近一个月 然后科文者这个名词 然后他跟什么新闻最有关系 然后你也去找 例如说韩国瑜 然后先生这名词 他跟什么新闻的词是最有关系 你都可以去做一些比较 就会发现 其实大家还是在做某些层次上面的调整 可是现在教你的这件事情是你可以自由去掌控 你要搜寻的对象 而不是说像GoogleChain 你怎么知道说他们的背后 他到底搜寻的是多久的新闻 还有干涉是什么 现在有点告诉你 你看到只有Google新闻 Google新闻又是只有针对Google新闻来去抓之类 那你爬红 那好处呢 就是你随便你要办什么主题都尽 可以自己来去修改 好 我想大家还蛮容易来去完成的 并没有你想象中任何困难或复杂 好 回想一下今天整个的内容 我简单的去做一下 我们快速复习一下 今天我们一刚开始跟各位分享 GA 那GA它是一个网站的分析 所以我们先做出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之后呢 我们就去想方设法 然后把它 例如说 一定要学会 透过我的商家 把这个网址放在Google的搜寻 前让他可以搜寻得到 然后接下来呢 你可能经过几天之后 你就想要去看一下他的一个被搜寻的情形 那被搜寻的情形 很重要 我们会看票数率 就是我们所有会看多少的点型 就是多少的关注我们的网站 然后还有就是票数率 然后接下来你可能还要针对 这些内容来去做行销 例如说你知道目标对象是谁 然后你知道哪一些民众他可能星期一 会不会来店里面消费 然后决定哪一天可以做夜休 然后你都可以藉由这些的分析 来去做一个最大化的利润 或者是了解自己要做哪些的一些修改 那或者是你们来去思考一下 那如果我们今天我想要去知道 那个这个趋势预测 例如说台东大学 台东大学学生的来源 会是哪里指的现实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GP就在帮我们做这件事 但比较可惜的是 他没有办法全部都秀给我们看 所以我们下午就是要针对就是说 我们自己去设定我们的主题 然后来去做相关时的搜寻 然后找出来原来我们用爬虫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 然后再记得我这边所使用的文本论 我用的是中银月的断食系统 所以这边爬出来可能就会 效果会 Python他们公共 他们美国写出来的文本论的结果 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最后就是靠过 HOWERDI的文字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直接从那个一目了然 看到文字 诗跟诗跟诗比词练的关系 好 那通常 在课程最后都会把我自己最喜欢的 两句话跟大家分享 这是出自于杜普共振 圣人为主成章二十多运 读书破案主的下语独有谁 他就是说他自己 他自己很喜欢读书 而且他都会把书给读破掉 然后他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勤勉 像学 所以他才能够写出非常的好的文章 那主要就是说 像我网上有很多很多的课程 也真的很曾经的推荐给他们 如果说没有什么技能不太足了 或者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刚开始学写 都欢迎你加了尤雅岛 在一起步向你们做讨论 然后你的问题呢 你的提问呢 只会让我们教学相长 今天不是一个课程的实数 而应该是一个学习的开词吧 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然后每天都幸福平安 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哦 谢谢大家